哈喽大家好 国中第一课历届视题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水圈与圣音现象 第一题如富途在水循环的过程当中 水气凝结变成液态水主要是发生在下列哪一个阶段 我们知道水循环会有蒸发凝结跟降水三个阶段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看到凝结变成液态水 液态水是什么呢 我们太阳把能量带进来到地球表面 水吸收热量以后就蒸发变成气态的 等到它凝结变成液态水是漂浮在空中的云 看到的是小水滴跟冰晶 这里当然我们可以选项选珠这个阶段 小心不要选到降雨跟降雪 因为降雨跟降雪这个地方 就是等于云里面的水滴跟冰晶变大以后掉下来的 第二题图5跟图6是两张不同日期 台湾沿海海水表面温度的分布示意图 图5比图6早了几天 根据图6所示 下列何者是黑草主流的位置跟流向 我们说黑草在台湾东边通过 它是不分季节的 是整个太平洋洋流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会从台湾的东边通过 而从南方来的带来比较温暖的海水 使台湾周边的水温比较偏高 所以这里面的黑草的位置应该是在Y这一侧 然后黑草是由南向北流动 这个答案我们配对选项就可以选珠这个答案 再看第三题 附图是某地区的地层抖面示意图 如果图中有三口井 一号井是滞留井的话 关于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我们利用这一题来复习一下 所谓滞留井的一个状况 可以看到有些岩层 它是质地比较致密是不透水的 例如沉积岩里面的叶岩是不透水层 地下水由雨水来补充 有些岩层它可以有缝隙允取地下水渗透 当它地下水碰到不透水层的时候 就在往上累积形成所谓的地下水寒水层 那它有个地下水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挖了一口井 挖到这个深度够深 挖到地下水之后 地下水就会跑到这个井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取得地下水了 各位看到这里有两个不透水层 两个不透水层之间 这边会不会有地下水存在呢 其实我们因为这边有露出地表面的部分 在这里有可以透水的地方 地下水就渗透进来之后 在两个不透水层之间 也形成了地下水 那因为它的压力跟上方的 这个一般的含水层不太一样 它也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受压地下水面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挖了另外一口井 在左上角这边 这口井也挖到了一般的地下水 那井水的水面 就跟它的地下水面是一样高的 那如果我们把它挖的更深 挖穿到了这个受压含水层的时候 因为受压含水层的压力比较大 它的地下水面应该延续到 红色虚线这个地方的受压地下水面 那我们根据联通管原理 这个受压地下水 进入到这口井里面来的话 它的地下水面 就会跟受压地下水面是等高的 那这两口都不是所谓的滋留井 那怎么样才会打到滋留井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挖了一口井 它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挖到了不是一般的含水层而已 它挖到的是受压地下水 那还有它的井口的位置 比它的受压地下水面还要来的低 那根据联通管原理这地方 它贯穿了以后的水位 就应该要来到怎么样呢 来到跟受压地下水面是一样高的 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水进来之后 它就自动喷流出来 而形成滋留井 所以我们要形成滋留井 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必须挖到的是受压地下水 同时你地面的位置 要比受压地下水面来的低 好那我们回到第三题来看题目 它说图当中1号井是滋留井 则应该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第一个我们要挖到受压地下水 可以图中中A跟B这哪一个 会是地下水寒水层呢 应该是B这一层比较合理 因为它在上下两个不透水沿层之间 那如果B是寒水层 那它的地下水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必须满足第二个条件是 我们井口的位置必须低于地下水面 低于受压地下水面 所以受压地下水 我们选甲这个答案会比较合理 所以因此甲是地下水面 而含水层应该是B这一层 那这样子根据联通管原理呢 这个受压地下水的部分 它就可以跑进来到滋留井里面 它的高度水位就会来到 我们的受压地下水面喷流出来 我们选项就选择A这个答案 再看第四题 关于水资源的保护下列何种措施 是最适当的 A答案说在集水区造林 并且增加施肥促 促进林木生长 造林是一个很好的点子 但是这边施肥的话 可能会造成过度优氧化的现象 使藻类过度繁殖之后呢 使水质恶化 这个答案选项A不要考虑 B答案说地下水虽然因为降雨 而受到持续的补充 仍然应该要限量的使用 对它的补充 如果我们抽取的量 超过它补充的速度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导致地下水不足 或者是地层下限的问题 选项我们可以选B C答案说在水库内 广涉水上休闲设施 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污染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恰当 朱犬像说 利用放流管将工厂污水 直接排放到海水当中 避免污染河水 这也是错误的一个想法 我们答案选B 再看施肤题 小鱼想要了解 学历村利用地下水的情形 他取得了学历村当中 所有井的地层剖面示意图 如图所示 那这一题呢 他问的是说 请问你哦 哪一口井是滞流井 它总共有12344口井 滞流井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挖到的受压地下水 那我们图当中 不饱河带 这边是没有地下水 饱河带指的地下水面 以下是饱河带 含水层 所以我们必须挖到含水层 像二号井这一口井 它的深度并没有挖到地下水面 所以它是一口枯井 那再来我们再看到呢 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是 我们的井口位置必须低于地下水面 那这里完全符合这个地方的答案 只有四 四号这一口井 所以井水位跟地下水面一样高 一号井的水位面在这里 二号井是枯井 三号井的井水在这里 四号井呢 它的地面 比我们的受压地下水面还来的低 这水会自动喷流上来 所以我们答案选项 就可以选租这个答案 再看同一题哦 如果学绿春不断操抽地下水 则哪一口井最容易产生海水入侵 或者是井水沿化的现象 那我们的海底底下的水 也会渗透到我们陆地的沿层里面来 如果我们都把淡水抽掉的话呢 海水就会入侵进来而使它沿化 所以应该是选择比较靠近海边的这个四号井 容易有海水沿化的一个现象 答案选租 好再看第七题 附图是地层抖面的示意图 如果图中的岩层都具有透水性 虚线是地下水位面 今天找了一口深水井 井水面应该在井中何处 其实这里应该不难 但是我们利用这一题 来复习一下地下水的概念好了 OK 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岩层 以常见的沉积岩来讲 沙岩跟叶岩算是很常见的 那沙岩跟叶岩的性质上面来讲 有些不同的地方 沙岩的缝隙比较大 因为它颗粒本身比形成叶岩的泥 大了一些些 它可能会保有一些小的缝隙 当我们有水 慢慢会渗透到沙岩的细小裂缝 跟孔隙当中 那就会形成所谓的寒水层 可是叶岩因为颗粒很细致 质地太致密了 它是无法透水的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野外常见的沉积岩 沙岩跟叶岩来比较的话 沙岩是寒水层 而叶岩是不透水层 例如图汤中上层这边的沙岩是寒水层 而叶岩就是属于不透水层了 再来我们地下水 我们在水循环的过程当中 可以由雨水过来补充 那当我们下雨的时候 雨水会在地表面流动 并且有一部分会渗透到土壤 甚至到岩石的裂缝当中 慢慢渗透下来 其实已经累积了很长的时间 当渗透下来的水 碰到了不透水层 就会在不透水层的上方 开始向上累积 把所有泥沙岩石的孔隙 或者是裂缝当中 就开始充满了所谓的水 那这边指的就是 我们地下水的饱河带 也就是一般我们称它 叫做地下水的部分 那这个饱河带呢 它最高的地方 就是所谓我们的地下水面 也就是饱河带 跟上方不饱河带之间的界线 那我们地下水面 也不是完全水平的 因为它会受到地形的影响 通常在地形比较高的山上的话 地下水面通常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根据联通管原理 其实我们地表面 可以看到一些河流湖泊或井也好 它的水其实都跟地下水面 是相连通的 比方说图当中 左侧这边 我们代表一条河流 河水面跟地下水面 一样高 右侧这边有个湖泊 湖水面跟地下水面 是一样高 假设我们这边挖了一口井 把这里的所有的岩石 都贯穿了之后呢 深度也升达地下水面 地下水就会跑进来 在这口井里面 井水面也就跟地下水面 是等高的 好那有些地方呢 如果地下水面 特别的高 甚至高出地表面 它就自动地下水会跑上来 我们就升为天然的涌泉 读汤中看到 这边是一个天然的涌泉 不过这个有点刻意夸大了 因为根据联通管原理啊 涌泉的泉水 不应该高过于地下水面 这边是要把它凸显出来 它水自动跑出来的一个现象 那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说 这个地下水面 也不是全然都是固定的 当我们旱季来临的时候 地表面的河水流失了 而且湖水也蒸发了 那没有补充的情况下 地下水也会渐渐的减少 那因为地下水的含量比地表水来的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湖泊跟河水 不会马上干枯消失的 所以这里呢 影响到地下水位面高低的因素 第一个是降雨的多管 第二个 如果地面的波度比较陡的话 下雨的雨水容易流失 就不容易保存下来 第三个 如果水土保持不良 植物覆盖的比较少的话 那下大雨 土石都容易被冲刷带走 土壤的松明程度 比较致密的土壤 也不利于地下水的下渗 好了 那我们回到第七题的题目来判断 那请问你这一口井 这一口井的井水面 应该到图当中何处呢 井水的水位面 就应该跟地下水位面 是相连通的 所以这一口井的井水面 很简单 它就应该在图当中 跟地下水面等高了 答案选项就选E了 答案是B 好啦以上我们讲解的是水圈 以及生意现象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